小時候都想過自己將來會不會填詞呢 但反而最少做最不做就是這件事 關於我要set的問題 我已經突然跳到這一步了 我就是想問有沒有一些東西 你覺得是自己不會碰或者碰不到 那是不是歌詞就屬於這個 創意寫唱裡面你是發展不到的一部分 有些什麼是爸爸碰到的 媽媽念不到但是不小 我現在幾天很粉絲 原來只不過是一場去經濟的 所以我想最碰不到的 我沒有想過只會在這麼多愛情說 這是很坦白的 為什麼反而愛情是 因為我愛情生活不是很繽紛的 就算是繽紛也是自己腦裏繽紛的 現實關聯不到 我去完遊會 去完遊行就有 所以因為現實生活我不是很繽紛的人 不是晚九朝五的類型 所以理應你沒有這麼多愛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和去說 相對地我都不是一個浪漫的人 其實我是一個挺死板的 因為你的成就關係都應該是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沒有想到 我竟然可以講到這麼多愛情 但可能因為太多一些很浪漫 或者很大家理所當然的愛情的論述 所以我才用那種方法寫 大家才發覺那個聯盟都有一番的味道 那你是不是喜歡聽人講故事的 你的創意靈感會不會都是來自 因為身邊很多古靈精怪朋友 包括是愛情生活一點都不繽紛的少爺尖 但是他很多古靈精怪的 會不會是靈感來自聽人家的故事 以前小時候有一段時間是 因為那時候朋友比較多 後來帶過 越來越孤僻越來越小朋友 就變成了自己一個人到處 走或者到處 接觸很多不同的人的時候的想像 譬如我前幾天有一件事 你沒有印象很深刻 我將來都打算寫在一個小說裡 不過我可能暫時都沒有機會 我去油漫地Inns Point 那裡有個商場 就是Fighting Tanya 其實那個商場看起來好像有個死場 還有人去的嗎 很多男人去的 我以前有 很重陽氣的 你有空去吸一下 我以前有去看玩具的 現在是賣的 現在是超多男人去看玩具 有什麼好景的 不是的 正常的 乾淨的 身體善良的 去到那裡 很多人喜歡看玩具 因為那些當主大部分都是自己開店 他們很有性格 我下午三、四點才可以開店 所以大概四、五點後 就很多男人 例如下午三、五點後 去看玩具 買玩具 隔一間 那次我看到有一個人 很奇怪 他一上電梯 有個小小的位置 樓梯旁 在一個小鑽角 我看到一個男人 應該是 像是奔直 或是東南亞裔 他突然間在那裡 手捕捉到 做很多奇怪的動作 又不是跳 沒理由 什麼事 大家都不記得怎麼跳 他在那裡做很多動作 做了一整分鐘 我原本在電梯 忍不住再上電梯再看 原來他做了什麼 原來他把手機放在這裡的位置 他可能跟一個人面對面聊天 我再看一會 原來他應該是一個 說不出話的人 他用手語 來跟一個女生溝通 那個地方 可能不是香港 我突然間 沒有活動 這個版面挺動人 一個說不出話的 一個不是這個地方 生活的一個男人 因為他說話的困難 他用手語向著一個女生 我不知道是誰 可能是親人或者她的愛人 也好 就說一些他覺得很重要 非要現在的事件 對面向他表達的話語不可 那一刻我就覺得很感動 然後我也看了很久 但是 如保暈著現在 很多人可能會用手機拍下他 不過我覺得你敢做 對他有一種騷擾和人尊重 所以我就用我的心記 然後我相信將來會 可能會是某一個部分 或者是前女有限制的情緒 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想問 但我就被這一幕觸動了 因為我覺得這一幕很冷 關於要寫很多東西的人 當然 很自然是你 可能平時觀察的東西 已經是很細心 或者很多東西 是會打動到自己的自己 無本動的 但是你會不會記下這些事情 以前 就是這樣 用個心記住就可以了 那就會不記得 一年多大就要抄下 你會抄下 是的 因為我很少用一本報紙 記得 因為通常我的手看 我寫字的就是 競料 我寫完之後 我會忘記一字 寫到什麼 那是什麼 當時這麼激動 寫下這些東西 整版都塞臟臟的 為什麼後來一句都記不起 是 後來就會用手機 例如在NotePad放進去 那些記憶都會用 所以一不見手機 就很大件事 因為那些人不見手機 怕很多正的照片 我們看到正的題材 靈感會沒有了 這裡有多少人 是屬於那種星座 是大家的朋友 都會覺得你是很多事情想的人 有沒有 舉手看看 這麼小的嗎 另外一半是屬於什麼 大家的朋友覺得你很腳踏實地 或者很實際的 有沒有人是 註定是經常看那些星座 或者出生日期 你已經覺得說你的生日會做創意事業 那些的 有沒有這些人 沒有的 有的 有的 結果你在做什麼 可不可以知道 還有問完 你就發展不到你的創意事業 公餘的時候 是吧 公餘的時候你會盡量去做的 那有沒有些人覺得 就算被人說是文青 都不介意我 我是文青的 我平常在咖啡廳 聽到戲 還有想一想 還有拿書去看 還有看書的時候 可能會寫一下歌詞 寫一下感受 有沒有這些人的 我也有很多的 這麼多的香港 很厲害的 其實很期待的 我覺得要靠這一堆人 去推動香港文化事業 對於說 我找到自己的靈感去寫的時候 我會想問黃宜興的就是 你有靈感 你可能是寫一個post 或者一個微博 或者跟別人發表一下 在美國140字講了 就宣洩了 是去到什麼的位置 你會覺得一個靈感 我要把它變成一個長篇的故事 除了某些故事 你覺得我要 delegate到一些人 所以我要寫 但可能更多時候 是那些靈感 你會覺得 因為太澎湃 我要把它變成一個 很長篇 有氣息轉合的故事 因為你太寫太多了 但是你怎麼篩選哪些靈感 我屬於我要寫一整本書 我想那件事是 我每次有空拿出來想的時候 如果它都能夠打動你 令你無緣動的話 那件事其實你應該 你如何去尊重它 你就用一個更好的形式去對待它 譬如說 你很辛苦才能醃到一隻山豬 你求求即場就地正法 就剁來吃了它 我覺得其實對它是一種不尊重 但是你要好好地去切割它的屍體 然後要醃它 可不可以用第二天的例子 要雙手合十地拜它 要吃的時候你要講感謝你 就是你用很多的程序去做的時候 你才對得起你奪走它的生命 或者你拿了它某些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 某些情節為何最後會成為一本 我認真寫的小說 有些可能只是微博 或者有些可能只是某些的散民 或者專欄 就是因為那件事 如果我每次反錯 應該出來都覺得形容觸動到我的時候 它就值得被我這樣對待 那我就會用這樣的方法去尊敬它 就是我專定的形式 過往令到你覺得是反錯過時 都打動到你 當然有很多你才寫了這麼多書 最深刻會是哪一類型的 小說絕對是最深刻的 因為台灣的作家朱天文都說過 寫小說是最好動 好用到你靈魂內蠻的一個類型 除此之外 其實散民和其他都只不過是表皮 我非常認同這個講法 所以我最尊重的方法就是寫小說 比如說我寫得越長的小說 所以我通常都是我怎麼尊重的東西 才會越寫得越長 所以比如說是 幸福在右邊 忠孝功勞 或者火鳳紀元的外傳小說 都是我近年最用心的作品 這些由你的微博 或者你平日講的 你都會發現你是超重視這些作品 因為會發現一個新的章節 每完成一節 你都會覺得很激動 對 對 心情要和大家分享 對 但是比如說 幸福在右邊 你是直接覺得 我要把它變成一個很完整的 所以我才要去日本再拍 要有歌曲 要有畫面去配合 對 但是當初這個故事 你是由當中哪一個情節 去觸動你 而寫成了這本書 其實那時候應該是離開電視台 重新做回自己最喜歡 最相信的人的時候 那時候始終有很多人 會對你有很多的誤解和扭曲 而你都沒有辦法用任何方法 向任何人解釋 有時候都覺得沒有必要 所以就唯有通過寫小說的過程 我可能那時候那兩三個人 每人一邊寫 每天就去跑 長跑 那時候住華富邨的時候 我會是由華富邨一邊跑到去 過了墳場 然後去到西環貴康 然後再繞回來 基本每天都是這樣跑 有一次還給雜誌 拍到我墳場經過一些鬼火 但是那時候就一直通過一個身體的 你可以叫做折磨 或者重新塑造回自己身體 火紅黃的那些 同時都寫小說 讓自己去到 跟自己說 你現在正在清空自己身體 或者生命中某些東西 從而找回最簡單最原始的自己 那過程裡面 你是不是覺得寫的過程 是一天幾萬字 幾多萬字一天 每天一萬多兩萬字 再每天跑 跑到那裡 跑到兩小時後回來 然後這個是用來宣洩 和調整排毒的過程 沒錯 但電視台那段時間 經歷不會變成愛情小說 不會的 出來是些什麼來的